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亚比央用一到八节讲完了 因为他只在位三年 而且他也是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情 在位三年 短短三年就结束了 之后他的儿子亚撒就位 他却做了蛮久的四十一年的国王 那么亚撒在做国王的时候 经文记载了他有一些和神心意的改革 让我们来看一下经文 亚撒效法他主大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 从国中除去轮同 又除掉他列祖所造的一切偶像 并且贬了他祖母马加太后的位 因他造了可证的偶像亚撒拉 亚撒砍下他的偶像 烧在吉伦西边 只是秋坛还没有废去 亚撒一生却向耶和华存诚实的心 亚撒将他父亲所分别为圣 与自己所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 都奉到耶和华的殿里 的确在这种的歪风之下 亚撒能够奋而改革 带来更新真是不容易啊 哇从他祖母开始就已经留下很多坏榜样了 所以他要追根溯源 要把祖母的太后位置废掉 然后呢把那个偶像灭掉才有可能 但是这里还留下一句哦 只是秋坛没有废掉 那意思就是这个改革是改革了 只不过回到耶路撒冷 专心以圣殿为祭祀的这个系统 似乎还没有恢复 在这些改革之后 亚撒总是诚实的来到耶和华面前 所以他也累积了一些金银财宝了 都归到耶和华的殿中 从这个记录就看见 国家稍微有一点的富强迹象了 是吗?可惜好景不长啊 我们继续看下去 就看见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亚撒和以色列王巴萨在世的日子 常常征战 以色列王巴萨上来要攻击犹大 修筑拉玛 不许人从犹大王亚撒那里出入 于是亚撒将耶和华殿和王宫府库里 所剩下的金银都交在他陈仆手中 打发他们往驻大马社的亚兰王 西巡的孙子 他伯利门的儿子 辩哈达那里去 说你父曾与我父立约 我与你也要立约 现在我将金银送你为礼物 求你废掉你与以色列王巴萨所立的约 使他离开我 辩哈达听从亚撒王的话 派军长去攻击以色列的成义 好我们就读到这里了 发生了一件事情了 这件事情其实过去的国王一直发生的 那就是南国北国之间常常打仗 那么亚撒也与当时北国的国王叫做巴萨 常常打仗 不过不要忘记 北国有十个支派 所以就国土的大小而言 北国是比较大的 南国就在这种压力之下继续发展了 那这时候巴萨就占了上风了 似乎亚撒感觉到威胁了 于是记载了一件事了 那就是亚撒把所有的金银从府库中拿出来 送给亚兰王 请求亚兰王出手 后来后面的经文给我们看见 的确这样的交易是有效的 亚兰王的确出手了 那么亚撒王也得到他所希望得到的了 不过可以再次看见 前一段才讲他有金银存在 店里面的府库 现在把所有圣的也就要贡献给亚兰王了 到底人生是得什么 是什么 真是一言语道破了 这里面教导我们一个重要功课 亚撒虽然诚实地跟从神 但是国家有难的时候 他所想到的帮助 竟然是亚兰王 而不是谦卑地来到耶和华面前 请求耶和华的帮助 这一点就使得他过去所得的 也就因为求人而不求神 完全失去了 求主提醒我们 使我们了解神才是我们的帮助 当然人际关系必须会与人产生关系的 我们请求人也不是错误的 但是在请求人的时候 千万不要忘记 还有一位我们要好好谦卑求他的 那就是归回到神的面前 向神祈求 大大开口 愿神的应许 也就成就在你我的生活之中 这件历史事件 提醒我们 不要忘记来到神面前 愿神祝福你 一起来到神的面前 平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